《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31号 12月31号是今年2021年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再有一天我们就迎来了2022年的新年元旦 一年一年的轮回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很多朋友都喜欢做一些总结 那么我今天的节目呢 除了对我2021年呢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之外 给大家呢 在我节目的后半段呢 还给大家介绍三个呢 就是因果轮回的故事 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看到最后 那么今年我给自己大家的总结呢 也就是2021年啊 对我建民来讲 尤其是我建民到海外这么多年来讲 是最忙碌的一年 今年呢 我是完成了三件大事 这三件大事呢 分别就是什么 是分别我每天都能够坚持出好一期节目 同时呢 今年呢 我搬了家 从加州搬了出来 第三个呢 就是我完成了我自己历经三十年心血所写的一本书 也就是去年的今天呢 我已经踏上了嘛 踏上了从加州前往华盛顿DC 参加川普总统1月6号 在华盛顿DC召开的支持川普的这个大会 那么在1月6号我赶到这个会场以后呢 我们没有想到这个1月6号支持川普的行动呢 居然最终被定位为什么 定位为国会山暴动 也就是认为美国发生了一个新的 叫是暴乱分子的暴动 当然了 有很多人冲进了这个国会大厦 我本人那天是到达了川普总统在华盛顿DC演讲的现场 演讲结束以后 我是随着人流呢 是慢慢的往国会山的这个方向走 那么最终呢 是没有进入国会山 在国会外面呢 拍完了照以后 因为当时呢 有点阴雨 而且呢 天气也比较凉 我们同行的几个朋友呢 又想得上厕所 所以呢 我们最终就去了联合车站 到了联合车站以后 我们通过网络上知道了国会山现在发生了一些骚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没有再返回 分别呢 就趁地铁 我们呢 就各自回去了 就各自散掉了 本来就是这么一点事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呢 给我的整个政治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海外有一批所谓民运人士呢 发起了举报活动 这个举报活动呢 它当然不是针对吴建民一个人了 是举报了很多人 领头的人是一个叫万言海的 还有一个叫藤彪 他们呢 领头呢 举行了大规模的举报活动 是不是举报我吴建民本人 我不清楚 但是呢 他们在公开场合 他们自己发表的各种帖子推特 他们自己的言论都表示一定要举报我们这些人 说我们这些人是动乱分子 我呢 说这话真的感觉的很荣幸 因为三十多年前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一起六四动乱事件呢 我就被中国共产党定位呢 是暴乱分子 而且受到了共产党的打击 那没想到三十多年以后 我为了追求光明 追求自由 我来到了美利坚 那么居然在美利坚的白宫 在美利坚的国会大厦又有一次所谓的暴动 而我本人又被这些人定位为暴乱分子 所以我简直觉得匪夷所思 在中国是暴乱分子 到了美国还是暴乱分子 看来我这个暴乱基因啊是改不了了 所以说呢 经过这个1月6号之后 整个我自己的个人政治生活已经完全被打破 因为过去很多 我们认为是同道的战友的人 现在都跟我纷纷反目 因为什么 他们支持拜登 他们不支持川普 而我建民因为支持川普呢 遭到很多人的白眼 很多人对我的这个冷嘲热讽 甚至呢 一些莫名其妙的攻击 那么个人走个人的路 每一个人选择自己的政治主张 你支持拜登是你的自由 我没有权利要求你放弃支持拜登 我支持川普是我的自由 你也没有权利 让我去放弃支持川普来跟随你的想法 所以说 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 个人人各有志 你选择什么政治道路 你选择支持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不能用你的意志强加于我 所以说 这是在今年呢 就是支持川普的问题上面 我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和我自己所谓这个圈子里面 民营圈里面很多人的隔阂 而这个事情它就发生了它一直在延续 延续到什么呢 也就是从1月6号国会三事件之后 然后呢 我本人的节目呢 就受到了多次的举报 举报以后当然是被油管节目不断的处罚 曾经油管因为呢 我在我的节目中发表多个支持川普的节目 然后油管呢 对我进行了一个处罚 这个处罚一直到了什么 到了停播 也就是真正停播了我一个礼拜 那么除了停播之外呢 那么油管对我进行的限制呢 我想大家都看得到了 我做油管节目到现在已经四年半 马上呢 就要进入五年 我已经发布了1500期节目 现在大家看到我这个节目不到1500期 实际上是被油管强行下架了十几期 我发布的总节目早就超过了1500期 而我的节目它的阅读量 阅读量是上了亿的 你去看一看 所有实证评论的油管大V 它的这个节目的阅读量过亿人次的有几个人 没有几个 我可以告诉你讲 我一个过了上亿人次的阅读量的这么一个油管大V 我现在的订阅量居然只有十六万多 我整整一年只增长了一千个阅读量 人家一个月都增加几万个 而我整整一年 我的这个油管的订阅量死死被打压 并且我多期节目嘛 多期节目都说我的标题通不过 所以说你们看到 我很多节目上面根本就没有标题 因为什么 油管就不愿意我的节目有散播 有传播信 不愿意有那么多人来看嘛 你连标题都没有 人家谁知道你是什么节目 所以没有人来点击你嘛 但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 我仍然坚持做好每一期节目 也就是我建民日拱一组 我每天坚持做好每天我的一期节目 可以讲 刮风下雨 寒冬酷暑 我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一直到今天 我每一天都在做好我的一期节目 这是我长期坚持的一件事 所以说呢 在整个今年这个过程中 尽管我今年经历了搬家 我多次离开加州去考察各个州 去安排我的搬家活动 但是我没有停下过我一次做的节目 因为呢 很多朋友呢 他只看到我这个节目的背景呢 是我这个建民论推墙的一张这个背景画面 一张梅花图 那么实际上呢 这张画面呢 我是可以折叠的 也就是我带到每一个地方呢 我只要把它挂在墙上呢 然后呢 你就认为呢 我是在演播室里面做节目了 实际上 我做这些节目并不是在同一个地点 也就是呢 这个背景画 我是随身携带的 因此你们看到我每天出一期节目 很多节目呢 很可能是在我的旅途中 那么为什么在旅途中呢 是因为呢 大家都知道 在2020年的时候呢 因为郭文贵跟共产党勾结 组织了一匹蚂蚁帮 对我家进行了长达六十多天的骚扰和攻击 那么最多时候他们在我家门口聚集的人数都达到一百多个 他们每天早晨八九点钟就到 下午呢 基本上到天黑才走 也就是整整一天在我家门外闹腾 那么这种闹腾呢 给我的家庭生活呢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因为呢 2020年大家都知道是疫情年代 而疫情呢 在加州呢 孩子们是不到学校上学的 他们只是在家上网课 那么孩子在上网课的同时 外面有大量的人员在那呼叫叫喊叫骂 对他们的这个学习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我太太每天上下班都担心有人在跟踪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下决心呢 就把我的家从加州那搬出来 从此今年的上半年 我所有的时间都是用来什么 用来安排我的搬家活动 我考察了很多州 去了德州 去了佛州 去了南卡 北卡 新泽西 宾夕法尼亚 去了田纳西 阿肯舍 俄克拉赫马 亚利桑那 新墨西哥 内华达 也就是我考察了基本上是半个美国 去了很多个州 那么最终经过全盘考虑 然后最终选定了我自己想要去的地点 然后就是安排自己原来加州的房子要卖掉 然后到新的地点去买房 所以买房卖房准备搬家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仍然没有耽误我的任何一期节目 也就是我很多节目都是在我的旅途中做出的 因此在今年上半年 我是把大量的精力都安排自己在搬家中 那么搬到一个新的地点 一切的问题都需要从零开始 包括孩子转学了 太太她的工作了 我自己个人的驾照了 汽车了 银行了 保险了 所有这些过户和在新地点 新地址 开设新的账户 这些都需要花费我大量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仍然不能去耽误我每天出的一期节目 所以今年完成搬家这件大事呢 是我自2015年来到美国定居加州 然后所完成的另一个搬迁的大事 它耗费了我很多精力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离开了加州 因为毕竟加州走的太厉害了 加州在现在美国这个民主党左派的这个管理和领导下 加州已经走的你不能看了 继续带在加州只会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培养 给他们形成新的左派思维 这是我万万不愿意接受的 所以说呢 这本身也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 因此呢 今年呢 就完成了这个第二篇大事 那么第三件大事呢 就是我曾经跟我的网友介绍过 我历经三十多年 我一直在写一本呢 就是有关我自己个人成长经历和六四南京学运有关的 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自传式的专辑 那么这本书呢 一共有二十五万多字 那么经过我多年的这个精心准备 到今年呢 我完全的附书呢 文字写作 所以在今年完成了搬家这件大事 在坚持做好每天一集节目的这个同时 我呢 每天晚上呢 笔根不止 也就是最终完成了我这本二十五万字的著作 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后期的编辑和校定工作 在这个校定过程中 有很多网友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包括加拿大的吉安娜 包括德国的张九龄 包括台湾的阿曼达 还有澳洲的艾琳娜 他们几个人都给了我大量的支持 帮助我校对 尽量使我这个书在出版的时候 不要有什么错别字啊 有什么并句呢 都是他们呢 帮助我做了很多呢 具体的工作 所以非常感谢这些网友对我长期的支持 那么这本书呢 按照我现在的编辑计划呢 应该是在明年三四月份或者四五月份 就是在六四之前能够得到公开出版 它也是我自己个人的心血 同时也是对南京整个六四历史的一个交代 也是为整个三十多年前在中国发生的八九六四运动 南京所发生的这个学潮给它呢 做一个如实的介绍 所以呢 感谢很多网友呢 对我一直的鼓励和支持 因为这本书对于我来讲写作是太难了 很多内容呢 都是我早年把它偷偷记录下来的 包括有些文字内容 都是我在复兴期间 在监狱里面把它通过报纸夹带 把这些文章带出来的 那么出狱以后 除了对文字资料 我做妥善的整理和保管之外 我自己呢 还趁着我当时年轻 记忆力还当时非常强烈 所以我还做了多段的这个录音资料 把这些录音资料呢 都偷偷地整理下来 保管下来 因为我担心 日后时间呢 随着时间连线的不断的加长 我的记忆力衰退呢 很多东西就记不住了 所以这些大量的录音资料和当时所留下来的文字图片资料呢 我都妥善地请我香港的一位朋友帮助我保管 那么直到我来到美国以后 最终的这些资料呢 才全部送到美国 通过几年的整理 在今年我投入了我自己的写作状态 也就是在今年非常忙碌的过程中 我既要每天出好一期节目 又要把我整个家搬迁出加州 同时呢 我自己还完成了我这本著作 所以说2021年对我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 但是无论今年我遇到什么问题 我相信只要你坚持 只要你去努力 你就一定会迎来曙光 至于通过支持川普 受到油管打击和民营权有些人举报以后 我觉得万言也好也好 滕彪也好 他们会为他们自己的举报行为 最终付出代价 这就叫因果报应 所以说我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 就要跟大家谈几个因果报应的故事 今天呢 是12月31号 12月31号 岁末年关 大家都在持旧迎新 也就是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12月31号翻过去以后 就是2022年1月1号了 那么每年我们都是这么一个轮回 那么到今年这个年终岁末的这一天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呢 就是跟我们这个年度循环 也就是善恶有报有关 因此呢 跟大家呢 谈几个呢 善恶轮回的故事 也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 因果循环好轮回 历史长河回魔干 苍天神灵饶过谁 我想呢 今天呢 跟大家呢 介绍几个呢 因果轮回的故事 那么首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呢 在美国非常有名 这个故事的主人王叫罗纳德·奥普斯 那么这个罗纳德·奥普斯事件呢 在美国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因果轮回的故事 罗纳德·奥普斯的故事 有传说式真实的故事 也有说它是文艺小说创作 还有说它是案件调查和审理的教程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呢 这个故事所描述的因果轮回关系呢 是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 这个故事在美国广为流传 也在美国拍摄了电影啊 戏剧啊 这么多年来 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呢 它有中英文两个版本 那么这些版本呢 它虽然里面有所不同 但实际上都是表达了同一个主题 那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那我现在就来跟大家介绍罗纳德·奥普斯的故事 它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94年的纽约 被美国呢 是称为1994年报业呢 十大离奇的新闻案件之一 那么这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就是发生在1994年 有一个叫奥普斯的小伙子 年龄呢 有三十多岁 他本人呢 站在一个十楼的这个高楼上 他因为自己叫万念俱灰啊 对自己的前途一片渺茫 所以他最终的什么 最终他从十楼上跳下来 那么他准备是从十楼上跳下来自杀的 他事先呢 留有了遗书 那么根据他遗书上面所写的就是 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任何希望 所以他选择什么 选择从十楼呢 跳下来接触他自己的生命 那么哪知道呢 这个楼呢 在八楼呢 正在进行维修 那么维修呢 就会架设这个防护网 也就是说 奥普斯他跳下来的时候 正好跳到这个防护网上面 那让大部分人都认为跳到这个防护网上面肯定不会死啊 因为防护网把他一兜即使是摔到地下的话也不会死 因为防护网毕竟能起到防护的作用嘛 但是那最终他还是死掉了 而死掉经过法医和警察调查以后呢 他恰恰不是摔死的 一般来说从十楼摔下来肯定是死了 但是因为有防护网对他防护的作用 所以说他根本不是摔死的 他是头部中干被枪打死的 那么这件事就非常蹊跷了 他跳楼下来明明是自杀 怎么会是被枪打死呢 那么经过法医和警方不断的调查以后 才知道这一发子弹是从九楼的窗口射出来的 也就是这发子弹射出来正好打中了正在跳楼的奥普斯 奥普斯头部中弹以后 然后最终因为中弹而亡 那么怎么会那么巧呢 这个九楼怎么会有这么一发子弹正好在奥普斯跳楼时候把它击中呢 那么根据警察的调查呢 九楼这把枪射出这个子弹的这个房间呢 是一对老夫妇居住 那么这对老夫妇呢 因为呢他们经常因为生活所失呢 经常吵架 而每次吵架的时候呢 这个老爷爷呢都会拿起枪呢 对这个老太太呢 对他进行威胁 也就是经常用枪去恐吓老太太 而这一次呢 他恐吓老太太的时候呢 他这个枪走火了 也就是子弹真的打出来了 而这发子弹打出来没有打中老太太 打到窗外正在跳楼的奥普斯 就这样就是老爷爷他这发子弹把奥普斯打死了 那么根据纽约州的法律 老爷爷就犯了两重罪 一个呢叫做磨杀未遂 因为对他太太开枪嘛 这个枪里没有子弹嘛 虽然没打中他太太 但是这也是一种磨杀未遂啊 而另外一桩罪呢就是过世杀人 也就是他这发子弹虽然没打中老太太 但是打到窗外跳楼的这个奥普斯 那么奥普斯被打死 就是这个老爷爷他过世杀人 这样老爷爷就犯了两重罪 老爷爷就显然要到法庭上去了 但是老爷爷就觉得非常冤枉啊 他就不断去喊冤 他喊冤的原因是什么呢 老爷爷就说他这个枪里面 他从来不装子弹的 怎么会他那一天他扣动扳机 吓唬老太太 变成这个枪里面有子弹了呢 所以老爷爷完全不承认 他往枪场里面压过子弹 要求警方调查 那么警方经过反复调查 确实能证明 老爷爷和老太太啊 经常什么 老爷爷在每次吵架时候 都用枪去恐吓老太太 但是呢 枪里面呢 尽管老爷爷也多次扣动过扳机 但是从来没有子弹 他对老太太就是一种吓唬 所以老太太也从来没在乎过 老爷爷真的会用枪去打他 只不过是在吵架的过程中 老爷爷一种泄分的方式 但是这一天 这发子弹恰恰呢 就射出了枪塔 而这发子弹老爷爷和老太太都能够证明 他们绝对没有把子弹压进这个枪塔 那么警方就经过不断的走访调查以后 最终有一个证人能证明 这发子弹呢 是老爷爷和老太太的儿子撞到这个枪塔里面的 撞到这个枪塔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呢 警方肯定要调查 他儿子为什么要在枪塔里面装上子弹 而这个枪经常老爷爷会来威胁老太太 那把老太太打死会怎么样呢 那么根据警方调查才知道 也就是 他这个儿子是标标准准的啃老族 那么一直啃老以后 最终老太太就不满意了 那么最终老太太对他儿子进行了最后通牒以后 终于在有一天 停掉了对他儿子所有的经济来源的资助 那么他儿子失去了老太太经济来源资助以后 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 也根本没有办法过他自己过去 他很满意的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 所以他这个儿子对老太太呢 就一怒之下 对他这个母亲就怀恨在心 他知道他父亲经常会用枪指着他母亲 经常那么在吵架的时候 他父亲会拿着这个枪对他母亲做射杀的这个动作 那么是因为枪上里面没有子弹啊 如果把子弹装进去 那不就把老太太打死了吗 老太太打死第一个是因为老太太断了他的供 他对老太太不满意 最重要是什么老太太的保险 所有的受益人写的都是他这个儿子 也就是如果老太太被打死了 那么毫无疑问来讲 从老太太这个巨额的保险里面 他儿子又获得了一大笔经费 所以呢他就很恶毒的在他父亲的这个枪膛里面 撞上这把子弹 希望他父亲和他母亲再次吵架之后 扣动扳机把他母亲打死 那他母亲被打死以后 他父亲坐不坐牢他就不管了 重要的是什么他母亲死了以后 他母亲留下来所有的保险和遗产 他就可以得到继承了 所以他就动了这个点子 才把这把子弹撞到他父亲的枪膛里面 那么经过证人的证明以及警方的调查 完全能够证实老头老太太 他的儿子就是装这把子弹的人 那么装这个子弹的人毫无疑问 他就构成了谋杀罪了 是他设计了这个计划 然后他父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他母亲拿枪往外开枪 只不过这把子弹没有打中他母亲 恰好打中了窗外跳楼跳下来死的那个人 那么老太太老头子的儿子是谁呢? 所以说这个新闻十大离奇事件 他的这个结局就是什么? 就是告诉你跳楼的这个人 这个被九楼子弹 正好射中的这一发子弹被打死的这个人 这个奥普斯就是老头老太太的儿子 也就是奥普斯他自己亲手制定了一个计划 而这个计划恰巧就在他自己跳楼的那一瞬间 这发子弹击中了他把他打死了 这就是因果轮回吗? 也就是说这个奥普斯他机关算尽 他本来希望他母亲被他父亲打死 他可以继承遗产的 但是因为他设计的这个计划始终也没有成功 他母亲一直断到他的供 他最终就是什么? 对自己生活万念俱灰 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可能了 所以他留好的遗书呢就从十楼往下跳了 那么八楼的防护网本来是把他兜住 他是不会死的 只是呢在十楼往下跳的过程中 路过九楼的时候被他父亲这发子弹把他接中了 最终这个奥普斯就是这么被打死的 所以这个案子他实际上在美国成为十大离奇新闻案件之一 他最终所解释的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因果循环好轮回 那么奥普斯这个案子他仅仅是他自己个人作恶 他只是报复他的父母最终他自己获得了一个代价 那么还有很多美国的那些向往社会主义 向往共产主义的傻逼 他们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美国有一个来自加州的90后名叫米勒马修托德的 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白左老餐 他对朝鲜是无限向往 认为呢美国一切都是虚伪的 美国都是万恶的 2014年4月份呢 他持朝鲜的旅行证件到达朝鲜去旅游 他进入朝鲜海关以后 他二话没说他高喊着金日成万岁 高喊着金山胖万岁 在他喊完了金家所有三代领导人万岁之后 他把自己的护照也撕掉了 把自己的签证也撕掉了 然后他说他到朝鲜来 要求朝鲜给他政治庇护 因为他向往朝鲜 他说美国是邪恶的 他要背叛美国 他热爱伟大的金家的三代领袖 也就是这个米勒马修 他居然就上演了这么一出闹剧 而他这个闹剧在他自行闹完以后 朝鲜的军方马上把他扣留 以他泛有反朝敌对行为 对他进行了判刑 最终朝鲜的法庭认为他在机场大闹 他呼唤领袖的口号 他咒骂美国批判美国 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他真正的批判美国 真正的热爱领袖 而是一种反讽 所以说最终朝鲜法庭判处了这个白痴六年的有基督刑 也就是说这时候他就完全傻掉了 因为他本来是来投奔伟大领袖金正日的嘛 他那么热爱伟大领袖 他哪想到朝鲜居然把他当作对朝鲜有敌对行为的人 然后把他关进监狱还判了他六年 并且在监狱里面受到残酷的酷刑折磨 所以他一万个想不通啊 他那么热爱朝鲜 那么热爱共产主义主动来投奔你 你们怎么把他送到法庭里面呢 所以说他在监狱里面呢哭蝶喊娘最终是长州的毁亲了 那么他的家人呢一次一次求助美国政府 希望呢美国政府能帮助最终把这个白痴脑残呢把他救回来 那么后来是美国通过外交手段斡旋 然后最终呢是把他呢从美国借回来了 他的命号就是他回来呢没有死掉 所以说你看到现在那些大量的美国的那些白左了黄左了黑左了 其实这些人都应该到朝鲜去热爱伟大领袖金正日的 他们热爱完了他们一定跟加州这个米勒马修托德是一个结果嘛 这是米勒马修托德的故事 也就是善有善报 他自己呢那么热爱朝鲜 他必然呢会得到朝鲜无产阶级专政解决 对他沉重的打击呢给他这么一个恶报 另外一个也是90后的白人男子叫奥托瓦慕比尔 奥托瓦慕比尔呢是弗吉尼亚州大学的一个学生 他本人当时只是大三也就是在2016年他本来身为一个大三的学生呢 他对一个有北韩背景的名为少先队旅行社推出的朝鲜由呢极度的有兴趣 他非常向往朝鲜非常热爱朝鲜三代这个金家的领袖 而且向往着朝鲜的社会主义 他憎恨着美国他认为美国完全是万恶的 他本人向往着要在朝鲜的享受共产主义愉快的生活 所以对这个少先队旅行社推出来的朝鲜由呢他毫不犹豫就报了名 然后他开启了他这场幸福的共产主义旅程 而这个共产主义旅程呢在奥托瓦慕比尔 持旅游签证到达朝鲜以后呢就完全变了样了 也就是他到了朝鲜以后首先就下塔在朝鲜平壤叫羊娇岛国际饭店 在这个国际饭店大堂舍呢他就看到了金家三代领袖的画像 他在这个画像面前又是拍照又是磕头又是鞠躬 在对朝鲜三代领导人画像顶礼膜拜之后呢 他准备是把墙上一幅呢政治宣传的海报 把这个海报呢把它带下来回到房间里面继续欣赏 这个海报呢是用朝鲜文字写的 这个文字上写的是什么写的是让我们强烈拥护金正恩将军的爱国情怀 也就是呢作为奥托瓦姆比尔呢他本来认为他拿着这个海报到房间里面继续学习 热爱伟大领袖啊但是他再也没有想到 他从墙上取下这个爱国宣传海报的动作就变成了是对朝鲜的敌势 他被认为是污蔑朝鲜伟大领袖罪 而在朝鲜一旦污蔑领袖罪那这个罪名探的是相当重的 最轻要判15年最终要死刑 而他呢作为外国人朝鲜呢就网开一面指判了他15年 他判了15年以后送到监狱里面他哭天喊地啊 因为他本来是热爱伟大领袖嘛 他就跟加州那个米修兔德是一样的嘛 这时候他在监狱里面他再怎么喊已经没有用了 好在什么他父亲能量很大 因为他父亲是个犹太人通过各种犹太家族 不断的给美国政府施加各种压力 那么最终呢是在川普总统任职以后 川普总统是2017年1月20号在白宫就任的 就任以后川普就指示要尽快的能把这个奥托瓦姆比尔呢 能把他带回美国 因为呢川普他上任以后他跟三胖的关系呢就处得不错 三胖也是看着川普对他的态度 三胖最终就决定把这个奥托瓦姆比尔就释放了 也就是到了2017年6月份他就获得了释放 他释放回来的时候在朝鲜已经坐了18个月老 而这18个月他在朝鲜已经被折磨到死去活来 最终什么最终他是被朝鲜的军人架着上飞机的 他到达美国以后仅仅6天就死掉了 尽管奥托瓦姆比尔为共产主义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但是他的家人仍然什么仍然要再继续为他产还债务 也就是朝鲜官方给美国开出了奥托瓦姆比尔在朝鲜关押期间 朝鲜为他支付的医疗费一共要200万美元 跟他家里面收奥托瓦姆比尔的父亲 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回来几天就死掉 他还没找朝鲜算账呢朝鲜要叫他再支付200万美元 所以说一下子就把这个奥托瓦姆比尔的父亲完全记录了 那么奥托瓦姆比尔的父亲呢在犹太这个圈子里面呢 是非常有名气的 所以他就自己动用他犹太家族和他们犹太这个朋友圈里面 很多人给他的支持最终什么 最终通过美国的法庭向朝鲜做出了要求朝鲜赔偿他们家 五亿美元的这个判决 这个五亿美元朝鲜显然是没钱来给了 但是他们可以动用国际法扣押朝鲜在海外的其他资产 包括那些帮金正恩运送的高档营养品高档的酒 以及金正恩设置消费的各种物品这种商船呢美国都有权力扣押 然后最终用五亿美金呢来偿还这个奥托瓦姆比尔 美国法庭给他判决的这个执行结果 这是呢他这个家族他父亲很有能耐最终呢 在美国法庭呢获得了这个判决 至于能不能执行那就天知道了 因为你去跟流氓讲道理哪有道理好讲呢 金正恩怎么可能给你美国来赔偿五亿美金呢 他不但不赔五亿美金他还给你美国政府再要二百万 那么说来说去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故事 这个里面的主人公全部是自己作孽 也就是由于他们自己价值观的错乱和他们自己向往共产主义 最终他们到共产主义国家里面享受了无产阶级专门的铁拳 对于他们自己最终的结果尤其是这个奥托瓦姆比尔 回到美国没有几天就被折磨死了他完全是活该 他是为他错乱的政治信仰付出的代价 而奥普斯呢奥普斯是因为他自己作恶 他把最终这个阴谋都涉及到他自己的父母头上 而最终遭到的这个恶果就是奥普斯自己来承担 所以说我今天在这个岁月轮回的这一天跟大家讲的这几个故事 就是告诉大家善恶到头终有报因果循环好轮回 历史长河回眸看苍天神灵饶过谁 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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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